我剛剛提到機動改法 第一個改法就是用for回圈來改 所以用for回圈來改的話 第一個我把畫耳一帽號改一下 那個畫耳一帽號就是說 反正不限制你拆的次數 反正你就一直拆 OK 所以我只要在這個前面加一個緊字號 那就是註解 我不要用畫耳 OK 我要讓它限制 所以你把畫耳註解掉 底下打一個for回圈 這個for回圈的話就限制它的數量 那這樣的數量的話 當然你可以for i in range 然後你後面的話加上它的 看你要讓它拆一次 OK 然後一般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理解 123的話就是1-4 不過各位講 一般其實在城市裡面 它的編號通常不會從1開始 但我們習慣從1開始 可是電腦的編號通常從0開始 所以其實你如果常看到會有人寫成這樣 0.3的話 其實你也不要覺得很驚訝 因為其實這樣的寫法 其實是比較符合那個電腦的運作的那個順序 因為它一定從0開始 而且我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看到這樣的敘述 你也不要覺得很驚訝 Range 瓜胡3 OK 為什麼 因為瓜胡3的話意思是說 如果是STAR值如果是0的話 是可以省略的 OK 所以喔 這樣應該更精簡 只是說有些人看 Range 瓜胡3這什麼東西啊 意思是說再三停下來 它產生就是012 其實也是三次啦 OK 所以順便講一下 因為各種寫法蠻多的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那如果你假設你覺得 老師這樣我其實很難記耶 現在看到這個 我會停頓幾秒鐘的話 那不如你就寫成你習慣看得懂的方式啦 比如說你要1 0.4 這樣你比較可以理解 你就打這樣子 冒號一下 那這樣的敘述方法 跟剛剛上面的方法 其實最大的差別 上面就沒有限制次數 那這個方法就是只能跑1 2 3 OK 3 4 所以喔 當它等於3的時候 它會再跑第三次 跑完之後呢 那這個回圈齁 就會自動 不管有沒有Break 它反正就會離開了 離開到第13行的位置了 欸 那可是問題來了喔 好 那我們假設 拆到最後一次 它就會 怎麼樣呢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這邊就還是可以拆 只是說你 假設我 隨便拆 我應該很難拆3次內 3次內好像蠻厲害的 運氣還蠻好 我隨便拆 拆第三次 但是你會發現 它是不是只能拆3次喔 第三次Enter 好 它一樣會提醒 有沒有 可是呢 它就直接離開了這個回圈 當然你會想說 這樣也沒問題啦 因為真的拆3次 可是感覺好像就少了那一點點那種 怎麼講提醒 應該是說齁 最好你要離開之前 你回圈結束嘛 你至少要跟我講一下答案是什麼吧 而且還要告訴我說 欸 你已經拆3次了 你拆錯了 你不能再繼續拆了 OK齁 其實你不加好像也很多程式都這樣 離開就離開了嘛 我幹嘛要告訴你 反正我就結束了 OK 但是感覺好像就缺少一些人機互動 一般要UX 有沒有 所以呢如果你要讓那個UX更好的話 體驗有沒有 UX就是那個 使用者的體驗 其實就是使用者的同理心啦 UX其實說User Experience 就是你要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看你這個程式出來 你不能站在程式本身來看喔 程式本身沒問題 但是使用者會覺得 有點最後怎麼沒有了 就這樣子而已 好像少了一個什麼 最後 你是不是要告訴我一下 程式已經結束了 然後告訴你一下答案吧 我怎麼知道 我猜這麼久 我到底答案是什麼 所以最後的話呢 理論上 我們可能會需要在這個邏輯 哪個邏輯 最後面這個邏輯 跟他講一下說 如果他猜錯了 而且他已經猜第三次了 那跟他講說你猜錯了 你最多只能猜三次 然後答案是什麼 告訴你一下 OK 那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其實一般特別注意喔 我們可以在IF這個地方 再多一個 再多一個敘述 所以如果再多一個敘述的話 那我們就是再多一層喔 所以啊 原來的這個IF改成EL 然後上面的話我習慣喔 再加個IF IF什麼呢 我剛剛講喔 他猜錯了 最後還是猜錯 就是G怎麼樣 不等於嘛 不等於的話 金彈號 金彈號等於 OK 所以金彈號等於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加上不等於嘛 不等於什麼 RND 第一個 他沒有猜對 而且 RND 答錯了 而且的話 就AND 而且呢 他也猜三次 那怎麼知道他猜三次 I等於 等於 3嘛 OK 所以喔 兩個條件都要為True喔 OK 所以AND嘛 兩個都要為True 然後做什麼呢 跟他講說 你已經猜三次 而且還猜錯 那我直接告訴你答案好了 所以喔 這個敘述比較長 所以我直接拿那個 拿這個 有沒有 我就print它 這個地方 那我 跟使用者講一下說 你答錯了啦 OK 然後呢 也只能猜三次 最後我告訴你一下答案 答案的話 直接把RND這個變數裡面 直接給他就可以了 那特別注意喔 後面我這邊 不是用串接的 一般理論上 是用串接 有沒有 這邊加一加號 然後還要轉型 STR 然後 刮弧起來 轉型嘛 對不對喔 但是 如果你假設你不想 這麼麻煩的話 其實print有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 你直接喔 在那個什麼 在print裡面 多加一個參數 加一個豆點就可以了 那豆點的話 它實際上 就等於把它當第二個參數 穿在後面的意思 但是只是會多一個空白 OK 兩者其實 結果是 相同的啦 只是說會多一個空白 那好處就是說啦 感覺好像少了一個轉型 所以 這種寫法比較懶人 OK 所以你可以 假設你懶得再轉型的話 那 可以考慮用這個方法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答案告訴他 我們來試一下 好 所以最後喔 多一個這個敘述 什麼敘述呢 把原來的L 把原來的F 改成什麼 LF 然後上面再加一個F 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 如果你還猜錯了 猜錯的是 G 不等於RND 而且 你已經猜3 3次的話怎麼 怎麼確定 那當然I等於3 I等於3 所以告訴他說答案是多少 好 我們來試一下喔 執行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地方假設我又隨便猜一個 當然 如果 隨便猜中的話 那運氣好 隨便再猜11好了 再猜12 12應該不會猜中了 我們有沒有幸運嗎 OK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最後一次還猜錯了 那你會發現他多了什麼東西 多了這個 就是答錯了 只能夠猜3次 有沒有 然後答案尾 後面跟他講一下 答案就是15 那 如果你這個地方後面喔 是豆點RND的話喔 那其實跟用串接的最大的不一樣喔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最大的不一樣喔 就是只有一個小小的地方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喔 這個15的這個地方前面會多個空白 但是如果你用串接的不會有這個空白 這個再插更歸 其實這個是很小的這一個差異點喔 不影響啊 但是喔 為什麼要特別講啊 因為坊間有那個考試 證照考試有沒有 其實常常都會插一個地方就是錯耶 就是插一個空白就是錯 哪怕你前面全部就對 插那個空白輸出 插一個空白就錯喔 OK所以順便講一下 這其實蠻龜毛的 我覺得程式就是這樣 像題目比較看很仔細 對這樣非常實際 所以因為我之前去考試就這樣 奇怪我怎麼都對阿 怎麼一直還是錯一直錯 原來是插一個空白 天啊 我還要再仔細看一下那個 題目卷上面有沒有多個空白 我還要去量一下說那個地方是否有個空白 可是沒有辦法啊 可是沒有辦法啊 因為像這種東西程式去評分的話 它就是很看很細啦 這個沒有辦法 假如啦 不過理論上你自己寫不會那麼要求那麼嚴格 但是我是說如果有類似考試的話 可能會被要求像這種很細的地方 當然最好是每個地方都知道 你不要用混的 因為我發現用混的 很多房間都用混的 混了之後發現錯就錯在那裡混過去的地方 因為你根本不瞭解 反正老師講什麼你就把它照著打 打完都OK 但每次自己要改打這個地方就錯 那你知道你在打什麼嗎 我不是要照打 對然後就錯了 對這要改吧OK齁 所以每個地方看起來好像都 字數加起來其實不多啦 你硬性把它背起來也不困難 那問題沒有意義啦 OK齁 所以盡可能就是活用 我們剛剛其實就是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齁 我這邊就是加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未來如果你假設要再加一個邏輯的話 要不就是你把它加在裡面 要不你就把它加在上面 像我這邊是加一個 把原來的衣服前面加一個L E-L有沒有 然後把它變成第二個 那我上面再加一個F OK齁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改原來的衣服 我把它上面改到下面去可不可以 結果會不會一樣 有沒有 我如果不改這邊齁 我如果原來這個EL不改 我變成上面這個改 上面這個E-F 那不能兩個E-F啦 變成這個加E-F 加AOE-F 然後把這個搬到哪裡呢 看搬到這邊下面也可以 搬到它的下面也可以 搬到這邊也可以 搬到這邊也可以 OK齁 Enter一下 搬到這邊來 這邊收牌記得 收牌一定不要錯誤 這樣可不可以 結果也不一樣 我看是一樣 我看是一樣 OK 為什麼 因為反正它們都是從上面一直往下 所以它一定 反正就是找到其中一個嘛 所以我們要抓的實際上就是這個邏輯 所以當它這個不等於 這個不等於 它會不會很 對齁 對對對 所以乍看之下好像是一樣 但實際上喔 你會發現 因為它一定是循序的 所以呢 如果假如喔 我們最後應該是12有沒有 我猜12 剛剛答案是15 那15的話應該比較大 所以會變成說齁 我們猜的會比較小 所以會跳這邊 那這邊就攔截了 攔截就不對了 所以喔 很重要 看起來好像是ok的 但是如果你run的話 它理論上 就一定要寫在上面 不能寫在下面喔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那個邏輯敘述喔 你看起來好像是上下好像沒關係 但有些地方是沒關係 但是以這一題來看 不行 原因剛剛有講到 就是 如果你執行 反正這個 這兩個一定也是不等於啦 ok 所以喔 這個順序可能 看起來好像可以 但實際上是不行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放在這個上方 所以我剛剛改的方式就是 在這個前面喔 加一個一葉龍 然後在上面再補一個一幅 ok 那這個是方法一 那如果你說喔 那可是我覺得這個寫法 感覺起來我那個很燒腦 腦筋都快燒 快要當機了 那如果我不要這個方式的話 我依然齁 是希望保留用壞迴圈 ok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齁 可以再把原來的那個 壞迴圈再把它呼叫回來 你說老師我不要這個方法 這方法我覺得 我腦筋快炸掉了 好把它拿掉了 ok 這個 所以剛剛加這個了 我把它deleted掉 ok 好 然後這個把它back回來 好 好 那恢復了喔 如果我今天不用這個 Fore回圈 那我希望還能夠做出一樣的結果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個時候當然齁 你就要想說 如果我不要給個範圍 好 那這樣我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我可以給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的話呢齁 就是可以在這個c file email上面加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主要是用來計算它的數量的 也是拆的數量 那如果當它的數量達到上限的話 那我就離開回圈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齁 請各位先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Fore回圈 稍微試試看好了齁 所以剛剛Fore回圈 大概就加了 第一個把話語圈先註解掉 然後加Fore eye in range 然後1.0.4 不過啦 如果你想要清潔一點 刮到53就好了 ok 然後呢 在裡面 邏輯裡面再加一個 多一個if的敘述 試試看 那第二個的話 想想看 欸 如果我不要 我覺得那個用Fore回圈 有點麻煩耶 我希望在原來畫語架構下 我只是需要多加一個變數 然後呢 把那個變數每跑一次加1 加1 加1 加到當它為3的時候 那我一樣齁 就跟它講說 你不能再猜了 然後答理告訴你 然後就把程式結束掉 該如何寫 ok 這個也蠻常遇到的 至於哪一種方式比較ok 我覺得這個當然就是看個人習慣 我覺得真的 每個人對於回圈理解不一樣 寫出來的絕對都不一樣 欸真的喔 每個人那個 所以有的時候 你習慣的寫法 我看我都覺得不習慣 所以像我看別人的 哪怕我是參考別人 我一律都把它重新改寫成 我習慣的寫法 不然我覺得真的是很有相容性問題 真的光那個回圈的敘述 我看到昏倒了 ok齁 那當然每個人習慣不一樣寫出來 就是 所以喔 我覺得你應該自己還是要確定一下 到底你比較喜歡 你比較 比如你寫哪一種方式 你覺得最舒服 你就記那一種就好 那因為上課我可能都會講 那你可能要自己去找到一個寫法 是你覺得自己怎麼寫都對的方法 這個我覺得是有必要啦 因為像我自己是會去找一個我覺得最直覺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是完全都不需要背的 就是很直覺我寫怎麼寫都對的方法 我就用那個方法就好了 方法很多啦 我剛剛一直跟各位強調 那你要找到一個你覺得寫出來最好的一種叙述方法 那個就是等於你的標準答案了 我覺得 所以有必要你還是要找出一個你自己的一個寫法 試試看 那待會再看那個喔 如果我不用那個4圍圈的話 那我還要找一個不想要的 那時候我們繼續看到 你覺得自己寫出來 謝謝 謝謝 謝謝